或许你看过本频道介绍日本木末时期的影片 也读过龚头坚写的龙马之旅 但你可知道还有一个完全以不同观点叙事的木末历史吗 从德川幕府的角度所看见的将会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吧 各位公友大家好我是旅行长龚头坚 本频道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曾经做过一集讲解日本木末时期的影片 后来我又写了龚头坚的龙马之旅这本书 而且个别制作过版本龙马 西乡龙圣以及天章院赌鸡等等的影片 相信本频道的观众也相当的熟悉 可以说这段让日本进入近代化国家的历程 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历史 然而在走读的过程中我也理解到 那些多半是治世或者是倒墓的史观 尽管由于明治维新 让日本成为东亚强国 而成为主流的叙事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煞长史观 正是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滥伤 其实还有另一个从幕府的角度来看的史观 很早就有观众留言敲碗想要听 之前在会员策提的票选中也获得最多票 拖了这么久也该来聊聊幕府观点的幕末 或者败者的幕末史 原本我是想以相对简要的大纲方式来讲述 但一开始整理资料就发现没那么容易啊 所以这一集我将会先交代时空背景 跟介绍主要人物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你是一个爱吃的人吗 如果你自称是foodie或者想成为老饕 就不能错过这一本 美食家关键词2 美食家与美食评论 这是华文世界第一本探讨 美食家跟美食评论的专书 有我的好朋友 同时也是YouTuber Liz 整理这些年的访谈精华 书里有关美食家的养成历史 评鉴制度的建立 让你能知道满腹经轮 而不是满头问号 就需要这本书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之前的木末影片 还是会建议抽空可以先看 在那一集中我曾经提到 木末顾名思义 就是江户幕府的末期 而根据我自己的定义呢 木末时期是从1853年黑船来行 直到1868年的改元明治 也就是明治天皇登基 将年号由庆印改成明治为止 总共15年的期间 距今170年前1853年6月 美国的舰队司令 马修培里准将 带领了四艘船舰组成的舰队 来行日本 开到将军脚下江户弯口的普赫冲 一般都说这是里程碑般的事件 敲醒了沉睡200多年 锁国中的日本 但如果从更早期的历史来看 日本的统治者 对于西洋的事物并不陌生 早在16世纪 就有总指导的铁炮传来事件 大家熟悉的知田信常 也热情拥抱西洋文化 容许耶稣会传教 并且在京都建立 被称为南蛮式的升天圣母教会 然而到了封城跟德川统治的时代 由于顾忌太多日本人信仰基督宗教 违及日本的神道跟佛教 甚至动摇自身的统治基础 就开始采取追放 也就是禁止跟打压的政策 所以时常见到有人感叹 如果信常不是死于本能事 日本可能更早就走上了工业革命 而从知田信常亡故 到培里黑船来行 大约270年的期间 外面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为穆末埋下了火种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 穆末既是一段已经发生的历史时期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呢 最简单的理解 就是当时有穆府左穆和尊王导墓两股势力 如果再加上开国或壤仪的不同主张 那情势就变得更为复杂 就让我们从头为大家来厘清 自从德川家康扫平封城势力 确定以江户为中心的穆府政权 他实质管理日本已经200多年 与此同时天皇依然居住在京都 意义上是一位虚伪的元首 甚至穆府还颁布了 尽忠并公家诸法度 约束天皇跟公家 基本只能专注于祭祀或者是学问的领域 而且只派武将担任京都所思代 作为穆府保护或者监视公家的职务 不可会言的相对于此前延续100多年的战国时期 在江户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对百姓来说算是一段太平的日子 无论文化或者庶民经济等等 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之前的影片也提到 透过参秦交代的制度 建立起条条大陆通江户 民间自发的前往一世神功参拜 或者其他朝圣的行程也颇为盛行 奠定了现代日本社会的基础 尽管如此 在西洋各国的发展却是更加快速 尤其是在大航海时代 地理大发现之后 一些海洋先驱国独占了世上绝大多数的资源 更成为名副其实的霸权 到18世纪又因为工业革命 蒸汽动力跟机械的诞生 而日本又经过200多年的锁国时期 就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而幕府晚期的几位将军相对平庸或者体弱多病 再加上年年天灾人祸跟财政的困难 统治也产生了松动 但有个观念是我们要知道的 虽然一般都说日本当时算是锁国的体制 但其实有开放四口的有限通商 而且早已有例如美、英、法、俄等国前来扣官过 只是因为气势不够而功败垂成 而透过位于长崎的荷兰商馆提供的封说书 幕府的官员对于世界局势并非一无所知 他们也知道 原本在心中无比强大的清帝国 在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当中 曾经两度被英国的舰队击败 却未能提前做好因应的措施 因此1853年的黑船来行 对于幕府来说 或许是一种这一天迟早要来 但终于降临的心情 正如之前的幕末影片中 我以吉田松茵、岛金骑兵、版本龙马三个人物来作为破题 在幕府方同样有四个重要的人物 串起了幕末的第一个十年 他们分别是阿布正宏、锦衣直壁、一桥庆喜、松平荣宝 特别是有三位都出自于德川家非常有渊源的氏族 可以说是以守护幕府为最高的信条 第一位阿布正宏、阿伯、马沙宏 是背后国福山梵第七代的梵主 也就是现在广岛县的福山城所在 阿布家的先祖更是从家康的祖父时代 在三合国就出世松平家的老臣 属于赐于清凡的普代大名 25岁就当上了幕府的首席幕臣、老宗首座 而黑船来行的时候 他35岁正值权力的巅峰 这件事也就落到他头上 阿布正宏相对年轻而且开明 面对这样的变局 你可以说他是不想独自承担责任 或者真心认为需要广真众议于天下 总之是向幕府的祁本、家成 以及各地的清凡、普代等大名来征询意见 原本过去两百多年 大家是不准妄议目证的 那现在有这个机会 当然就大名大棒 百花盛开 特别是在这段期间 累积了一些学问的诸侯或者凡事 当然就不落人后 一时之间百家争鸣 许多人也因此站上了历史的舞台 正式揭开了幕末的篇章 阿布正宏致力于在 萨摩凡的岛金骑兵跟水护凡的 德川骑骑等等的意见当中折冲 并且大胆地启用许多基层的人才 却因局势日益复杂 在黑船来航四年之后 1857年 鸡劳成疾而猝死 年仅37岁 也留下许多未解之问题 在大和剧赌鸡当中 杏格大叔草义正雄曾经扮演过 但或许西乡殿的藤木职人 比较符合真实的年龄 接下来登场的是锦衣执笔 伊伊那欧马沙 战国民听到这个姓氏 应该就知道 他是德川四天王锦衣执政的后代 燕根凡祖 更是普代大名的最高格 他在许多戏剧当中 都被塑造成能学或者奸诈的角色 但是如果看画像 就会发现 他是威延中带有文人的气质 他在郑宏过世的隔年就任大佬 为了匡振社会风气 不让太多的外人跟平民来插手木阵 雷厉风行的发起安政大狱 整肃了许多从贵族到平民的异议分子 却也埋下木默暗杀的仇恨种子 四年之后又被过激的志士 斩杀于樱田门外 年方41岁 同样在大和剧《赌击》里面 中村梅雀扮演的植壁 展现了忠心与情怀 令人印象深刻 但西乡殿中的佐野死狼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次诠释 锦衣直闭死后 一些原本被他处分的侵犯回到了政治中心 其中就包括了松平庆永和一桥庆喜 在1862年分别就任正式总裁职和将军后建职 辅佐当时年幼的将军家冒 庆喜当然就是后来的末代将军 其实将他放在幕府方的叙事是有一点违和 因为他出身的水护凡是尊王攘仪思想的中心 也使得庆喜的角色在幕末更显复杂 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回头看 日本四七慈臣县那部影片 大和剧中出现的庆喜不计其数 近年许多人公认冲向青天宗的曹简刚 最能表现其矛盾的个性 庆喜就任将军后建职的童年 为了维护京都日益恶化的治安 又特别在原本的京都所思代上面 增涉了京都守护职 并强力要求十年二十八岁的松平荣宝来出任 松平荣宝虽然是出生自美龙的高须松平家 但过继到惠金凡担任凡主 而这个惠金凡的始祖 正是三代将军加光同父异母的兄弟 宝科正之 由于获得加光无比的信任 更是立下凡训世代要守护将军家 尽管惠金凡的家臣 看出这是一个烂摊子 极力阻止荣宝接任 但碍于祖训以及自身的荣誉感 他还是到京都担任了这个职务 他日后提拔了新选祖 以对抗在京都活动的志士跟浪士 却成为默默备受正义的悲剧人物之一 大和剧《八重之音》中 林野刚无论是在外貌或者情绪上 都眼活了松平荣宝 而有小说《王城的护卫者》 跟《燃烧的剑》改编了电影中 尾上又进的演出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我们认识了木默的背景跟人物之后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些自己的回忆 和许多生长在台湾和我一样 属于所谓的四五六年级 也就是在1960到70年代前后出生的朋友 求学的时期读的东亚包含中国的近代史 基本都只有台湾的国立编译馆一种版本 一直到1987年解研之后 才有机会读到对岸的版本 顿时就发现怎么跟我读的都不一样 简直像是开启了新世界 而就算是当成故事都觉得非常的好看 而后来又读到不同国家作者的观点 那就更多元了 正因为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从来不会说哪一个版本的历史是绝对正确 而是根据叙事者的立场或者角度来看 必须多方阅读甚至现场踏查 才能形成自己完整的看法 不知道您是否也同意呢 本系列的下一集就要在这个基础上面 带大家走读幕府观点的幕末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历史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